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莫里斯上赛季曾效力于中国的广东南兰 据悉 这份合同是部分保障 森林郎视讯三名老将 根据美国记者报道 森林郎将在本周视讯几名自由球员 其中 包括了尼克阳 阿弗拉罗和布鲁尔 尼克阳之前曾表态愿意加盟火箭 但是双方并没有实质的进展 阿弗拉罗夏天进入自由市场后 一直无人问津 布鲁尔曾希望留在雷霆 但是雷霆没有留下他的想法 胡人锁定四位超巨 胡人裁掉卢尔邓后 他们明天夏天有了最大3800万美元的空间 根据WOW报道 胡人明年夏天的目标 已经锁定在四个人身上 巴特勒 杜兰特 伦纳德和汤普森 雷阿伦不会付出 雷阿伦16年宣布正式退役后 便一直有付出的留言 近日 雷阿伦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从未接近回归赛场 雷阿伦说 有一些球队讨论 故让我在板凳末端指导年轻球员 我不认为这样的付出是我想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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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上